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人皮客栈 影片一开场 我们看到三个屌丝流窜到阿姆斯特山 正打算来一趟烈焰之旅 小白鸭说咱去哪儿犯歉去啊 大鼻头说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现在君号一吹响 刚枪一擦亮 熊啾啾气堂堂 那必须直被养鸡场 三个人吸完大麻之后 用到酒吧浪了一圈 然后就来到了有营业执照的三俗场所 常年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小黄毛进屋一看着 这小心脏立马就扛不住了 三个人折腾完回到下榻的招待所的时候 发现传达室的王大爷已经把门给锁上了 他们在门口跳着脚骂了一会儿街之后啊 顺着消防梯就爬到了高鼻梁的房间 当高鼻梁得知这三位出来旅游的目的之后 便拿出了一台照相机 说斯洛伐克那儿有一客栈 里边全是西洋大屁股的金发美女 你们要是不去那儿逛一圈呢 这辈子等于算是白活了 三个人看完相机上那些不堪入雾的验照之后啊 就再也坐不住了 急忙坐着火车前往斯洛伐克 在车上他们遭遇到了神秘的眼镜叔 眼镜叔说你们去那地儿啊 简直就是一禽兽的天堂 只要愿意花钱 那些美女跟苍蝇似的轰都轰不得了 眼镜叔说着 突然把手就搭在了小黄毛的大腿上 小黄毛吓得菊花一紧 急忙把眼镜叔赶出了包厢 三个人来到斯洛伐克之后 带着满脑子的低级趣味 就走进了那家传说中的客栈 并且很快就见到了高碧梁所说的 那些如鸡似渴的金发大美女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少而不移的画面 不过像俗哥三观这么正的人呢 必须要把这些既低俗又养眼的镜头 帮你们剪掉 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那是一个能够虐死单身狗的夜晚 第二天的一早 小黄毛和小白牙突然发现大鼻头不见 并且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两个人在街上寻找大鼻头的过程中 遭遇到了当地最著名的黑帮 打发完这帮熊孩子之后 两个人跟着大眼妹和金发妹到酒吧喝酒 时间不大 小黄毛和小白牙就因为喝了被人下了药的酒之后 彻底的晕菜 转场之后 我们看到小黄毛已经被人绑架到了一个破屋子里 当小黄毛透过面罩正瞎穴的时候 眼镜叔带着个微信突然出现 眼镜叔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做一名专门给人割痔疮的钢肠科的医生 可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洁身之外 把手给露飞了 小黄毛说这方面我有经验的 肯定是你的手法和节奏不对 眼镜叔说咱现在不讨论学术问题 既然我花了钱了 那么我就要在你身上完成我多年的速度 小黄毛说大叔啊 我他妈没痔疮啊 眼镜叔说没痔疮没关系啊 我可以帮你把脚上的鸡眼给割了 眼镜叔说完就把小黄毛的脚筋给切断了 第二天一早一脸懵逼的小白牙从厕所里醒来之后 发现小黄毛也不见了 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于是急忙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 突闹门的警察说帅哥啊 你也知道我们国家目前的局势不是特别稳定 这见天的不是有人失踪就是有人被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朋友活着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不过你可以放心 一旦发现你朋友的尸体啊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从派出所出来之后 小白牙在酒吧里见到了大眼妹和金发妹 大眼妹说你那两个朋友啊 是去参加艺术家的人体展览会去了 小白牙一听眼睛就是一亮的 说赶快带我去过过眼影吧 转场之后 大眼妹带着小白牙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两人走进大楼 小白牙突然在某房间 看到眼镜叔正在解剖他好具有小黄毛的视频 小白牙当时就被吓尿了 急忙问大眼妹这他妈到底什么情况啊 大眼妹说 这是一个给变态的有钱人提供发泄的地儿 你那两个朋友已经先走一步了 你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小白牙说你个臭壁吃 今儿我先把你给发泄了 小白牙刚想动手 就被俩飙行大汉拖进了房间了 被靠在椅子上的小白牙正瞎琢磨的时候 酱油卤蛋带着毛蛋走进了房间 卤蛋用枪指着小白牙说 兄弟贵姓啊 小白牙说我姓蒙叫蒙逼啊 卤蛋跟毛蛋说 听口音这孙子是美国人的 你觉得合你的口味吗 毛蛋说太好了 我身上还TM有百分之一的朝鲜血统吗 卤蛋走了之后 毛蛋拿起工具 就打算对小白牙动手动脚 小白牙说毛蛋说 我这一没砸你家锅里 二没调整你老婆闺女 你就看在我长这么帅的份上饶了我吧 接下来 小白牙就开始在毛蛋面前呢 巴拉巴拉的啰嗦都不停 把毛蛋给烦的 抬起手就给了小白牙一大嘴 然后出门就把卤蛋给叫了进来 说这孙子太TM啰嗦了 卤蛋二话没说 上去就用驴粉袋把小白牙嘴给堵上了 接着毛蛋就打算上演一出电剧惊魂的戏 可该着这哥们倒霉 脚下一滑反倒把自己给截肢了 而与此同时 小白牙也神奇的打开了手铐 干掉毛蛋和卤蛋这俩蛋蛋之后 小白牙趴在驼背哥的车上就来到了火花间 趁着驼背哥正在烧尸体的时候 小白牙从背后就袭击了这个风乳肥吞的帕路 解决完驼背哥 小白牙来到楼下的某房间换好衣服之后 又打算偷一辆车逃跑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大楼里突然传出了一个女人杀猪般的惨叫 小白牙返回大楼 救出了曾经给自己提供信息的日本女人 两人在开车逃跑的途中 突然邂逅了高鼻梁大眼妹和金发妹 这真是冤家路窄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小白牙也没客气 一脚游下去 就把三个人送到了取经的路上 转场之后 小白牙和日本女人来到了火车站 日本女人透过玻璃看到了自己那张被毁容的脸 意识到这辈子想嫁给无烟组是不可能了 顿时感到生无可恋 于是便跳下站台自杀了 转场之后 小白牙在火车上突然听到了眼镜叔的声音 于是便跟着眼镜叔下了车 他一路跟踪的眼镜叔和他闺女来到了公共厕所的门口 并且趁着小萝莉上厕所的时候就把他给绑架了 哎呀 要说在大厅广众之下能混进女厕所还不会发现 那可真是技术谱啊 眼镜叔发玩笑在女厕所门口等了半天 也不见自己的闺女出来 于是便舔着脸冲进了女厕所 时间不大 眼镜叔拿着闺女的玩具熊就从女厕所里冲了出来 然后就像被静了身的野驴似的在车站横冲直撞 寻找着自己的女儿 这个时候镜头突然一转 我们看到小白牙带着眼镜叔的闺女已经上了火车了 影片在眼镜叔撕心裂肺的惨叫中宣告结束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用四句唐诗来压压惊嘛 那就是男人谁不爱打炮 可是你得走正道 色胆包天瞎回来 没准就得死翘翘